华妃娘娘驾到 华妃 她来这里干什么呀 她来自有她来的道理 华妃娘娘到旁边的贤月阁去了 说是 网归人身边的锦西姑姑 刚才带人传东西进去 给梅庄小主呢 知道了 咱们听听动静再说吧 好啊 锦西只是带了一些日用与吃食 请奴婢转交给沈答应 因东西不少 特意带了两个岁玉轩的奴婢一同过来 却并未见网归人前来啊 放若姑姑说的正是 奴婢只是奉网归人之命 前来送些东西的 并未违抗皇上旨意 四字与梅庄小主相见 是吗 博士说锦西你带了两个人过来吗 怎么眼下只有你 和你身边这一个 那一个呢 那一位 是四语宣中的宫女佩儿 由于宫中有事 奴婢先让她回去了 是吗 那本宫大可不必跟你们在这废话 本宫听说有人擅闯贤岳阁探视禁足公平 于宫归圣旨不合 所以特意前来查一查 梅庄小主禁足 皇上有旨看管 又怎会有人前来与小主相会呢 那可未必 这宫里是宫里侍宠而教的人不少 保不准有人就吃了 雄心豹子胆呢 皇上 静贫娘娘身边的如意来了 说是华妃娘娘在贤岳阁外闹开了 好像是疑心有人 擅自闯入了贤岳阁私会 梅庄小主 说要进去查处呢 简直没有一日安生 皇兄又要忙碌了 那臣弟先行告退了 无期一身轻 朕倒真羡慕你 臣弟还以为啊 皇兄是在为这局死局而苦恼 朕今夜定破此局 你不许走 皇兄这一去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不如这样 留着明日再下 那你今晚不许出宫 朕明日下了潮 跟你再接着下 苏卑胜 奴才在 收拾出一间干净屋子来 国君王今晚不出宫 喳 那王爷就在湖心岛上的 蓬莱州住着吧 那既远离嫔妃居所 又清净雅致 好 再与不在 本宫进去一看便知 娘娘 里面实在没有旁人 娘娘真的不必进去看了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 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 望娘娘恕罪 你竟敢阻拦奔宫 奴婢不敢 你到底让不让开 娘娘 娘娘不能进去啊 娘娘 皇上驾到 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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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